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者是你在公交车上上下摇晃了 越到后面越难 好 来 你是干什么 先要告诉大家 等车 等车 好 等车 声音放大一点 他在等车 你看 又这样打电话 你看 拿电话呢 拿手机拿出来 对吧 你这么拿着 当然你也有大的有小的 反正你自己设定了 应该怎么办呢 接听电话怎么办呢 按一下接听键 对吧 你不起来了吗 对吧 好 来 你说完之后你没事了 你电话来了之后你要跟他交流 他不能动啊 你要注意啊 他不能动的 都要弯的小绕来 来啦 你设定了 你就得给 好了 声音要大 声音大一点 这也不是这样 我呢觉得这样 咱们虽然这个不是台词课 但是我要给你纠正一下 旁边有车经过 水溅了你一身 来说一下 你看你还错的 旁边 有车经过 水溅了你一身 来来来 这个你不来了 水溅了你一身 现实生活当中会怎么样 你们想一下 画一件你肯定有个向后仰的动作 紧接着呢 不要站起来 我那不让你站起来 你看看你身上最贵重的是什么 就是这件衬衫呢 衬衫上溅的全都是泥点子 你还怎么办呢 然后紧接着看那个车 走了 对吧 它是这样的 或者你就是 这个人怎么 但是人蹭一下已经走了 哎 自然倒霉吧 然后看看自己的衣服 然后紧接着又该怎么做了呢 抛出纸巾来 然后把这个衣服擦一擦 看看是否这个 对吧 好 他坐着的 拍一下你的肩刀是可以的 来 来再想一个 对对再想一个 好 下一个上 好 下一个上 好 停 请回 该谁了 再上 继续讲啊 不是 我们接着来了 就是那个轮流的 刚才到谁了 你说完了 然后下面一个东西 来 好 停 请回 好 来 来 开始 继续嘛 你还是等车吗 不 不 你可以随意 就是坐呀 我们现在这个题目就是坐着 但是这个坐 你要自己把它设定好 这里边怎么样行动 你是时间 其实我再把它讲得明了一点 你们要设定什么 时间 地点 人物 世界 发生什么事情 你该怎么做 你需要都把它想好的 来 想想 想想 公园里等人啊 来 好 小狗在你脚边啊 在蹭你的脚 就蹭 现在还在你脚边 蹭你的脚 好 稳你 稳你啊 好 趴到这儿来了 趴上来了 好 填你的腿 填你的腿 好 下一位同学 咱俩她 嗯 甘带 乖手 滚到这开始 我先来 这是蝉菜 你去的蝉菜 你去到哪里 你去摸的 你去的蝉菜 说过的就不行了 说过的就不行了 好 下一位 一个鸟屎落在你的头上 蹭到你自己裤子上了 好 下面 嗑瓜子怎么嗑呢 对吧 来 你嗑一下 把实实在在的嗑一个 你看 你吞咽了没有 注意啊 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 有一个动作很关键 就是你嗑好之后呢 要先嚼吧 瓜子你要一下咽下去的话 把你的喉咙都给炸破了 对不对 那就是先嚼 然后有一个咽的过程 就好了 对吧 好 先回 下一位 可以换换地方 不见得非得都是在公园里 什么地方坐着 这个地方还会是什么 不要厕所 看看其他还有什么地方 还有什么地方 坐那个公园什么 援队员的缆车上面 可以 可以 来啊 缆车 缆车在上面 它是很走不进去的呀 对啊 它就是在上面坐着嘛 反正它也是坐嘛 对吧 看窗外的风景嘛 然后我又要这个 该谁出主意了 好 来 你先啊 好 先在缆车上面 来 你在干嘛 你现在自己先坐 自己坐 在缆车上面突然 特别想到上厕所来 就憋不住了 有这种感觉 就是憋的这种感觉状态 那那个缆车的方式下 有一些小小就能 你不怕鸟 这时候你很喜欢它 飞走了 飞走了 从左 从这边飞到左 飞远了 飞远了 看 好 好 绿的啊 很大的 好 突然一气鼓掌 已经大了半分钟 对 好 好 接着 来 你来 怎么可能啊 你看 比如说啊 这里边也有个出题的一个好 或者是坏的问题 比如说他说 突然机器发生故障了 你还怎么样 你可以继续啊 比如说现在机器突然剧烈的颠簸了起来 好 现在颠簸起来了 好像要这个翻倒了 你该怎么办 下面好像有保安在啊 有这个警察 下面有警察 你应该有的时候可以再继续延续啊 延续延续延续 很简单 因为这个啊 你们想象一下我们往前的惯性是什么样的 然后向后的时候 揽车向后走的时候是个怎么样的感觉 来扶着 向后走了 向后 然后 向后倒 人向后倒啊 好 对对对对 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是这样一个状态 好 该谁了 然后就立马就歪再去了 哎哎哎 赶快抓住 赶快抓住 赶快抓住啊 很冷啊 现在啊 温度啊 现在很冷很冷 好 现在是零度左右 零度 零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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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可以了 请回 下一位 没事 你就演出来就好了 我本来自己想的 我都在咖啡厅了 对面是我的男友 他要跟我分手 我再跟他谈话 可是你要让他们出去 怎么演 这样可以啊 这样 你是男男友啊 你自己选择一位 然后紧接着呢 他跟你对话 他跟你对话 他跟你对话就好了 啊 注意啊 你注意语言啊 放大声音啊 好来开始吧 好来 就坐在这儿 就和他对话就好了 好 你就把它当成是 他就在你前面坐啊 这个呢 比如说咱们假设啊 这个镜头呢 就是单独呢 拍你的这个主观镜头 假如前面就是你的男友 然后旁边呢 是有一个这个人跟你在这个对信 啊 是这样的啊 好来 注意啊 他说什么 你要给他回什么啊 好来 如果他说不清楚 你就可以问他啊 你说的什么呀 你再说一遍 我没听清 你可以这样啊 不能让他坐这儿 注意啊 前面你的男友 假设就坐在前面 但是呢 呃 实际上我们在拍摄的时候 你的男友是不出现的 但是有旁边有人跟你对戏 跟你回 跟你说 镜头就拍你啊 哎 你看你还眼睛还看他 你可以不看他 镜头的直射的位置 这个位置呢 是你的男友的位置 啊 然后声音是从这边传过来的 啊 注意啊 这种训练呢 是一个比较难的一个训练 我们叫做这个镜头前的这个 主观镜头前的表演啊 你需要充分的开发出你的想象力啊 好 来 想想怎么做 声音放大一点啊 不要说不清楚这话 啊 来 听不清 声音放大一倍 来啊 好 好 来啊 预备 开始 你没听清楚他的话 问他 什么 你问他 你问他 你没听清楚他的话 你说什么 再说一遍 我说 人总是会叶子 那些沉浸吧 我今天带了一些东西给你看 你看 说话 说话 你说 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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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干什么 你好 平静啊 你说我说完好吗 你说丫头 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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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停 就到这儿啊 对手没有交流好啊 好 好 请回 请回 可以了 可以了 就到这儿了 就到这儿了 就到这儿 因为这个他呢 他本身他已经设计的非常复杂了嘛 对吧 你要这也得出主意反而不太好了 对吧 好 下一位 好 先介绍一下 好 来吧 你可以自己设设定 你想是网吧就是网吧 你想是家就是家 你又不想站起身来 你去叫他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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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管 哎 那叫王管 他多点东西啊 你没想啊 好 好 王管上来了 王管上来了 谁谁谁出的主意 王管上来了 王管上来了 对的 哎 哎 哎 十个小时 十个小时啊 十个小时啊 十个小时一块钱 等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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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欸 第一位同学上去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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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可以继续吗 死缠烂打 好 好 来赶紧回来 吃饭了 对 你不能告诉他 不能走啊 两个人在玩电脑 吵 两个人在玩电脑 好了 安静了 继续打 安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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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打 安静了 好 好 停 好 就到这儿啊 好 请回 你看 就这种呢 我主要看你们两个人 第一个 坐着的时候的感觉 另外还看一个 就是你们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啊 是否反应很快 比如说我刚才让他们两个人 还有其他同学也都主动上来了啊 就是网吧里面确实是这样吵 你虽然说你自己撒谎 但是呢 这种嘈杂声音会暴露你的行踪呢 因此呢 就看你是否能够真正的在听 你看我这么一坐 你就该知道 对吧 后面这个对话 怎么样去问 那么 咦 前